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知情人士 我是被政治耽误的歌手小陈 最近常常在网路上看到一带一路的文章 你知道这个一带一路是什么带什么路吗? 今天就来说给大家听 一带一路最早是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 并主导的跨国经济带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一带一路行经中国、中亚、北亚、西亚、印度洋沿岸 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和地区 一带一路是由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金 在2014年成立思路基金来带动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 基金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建设、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融资 2017年习近平又宣布向这个基金增资147亿美元 还以各种方式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基金和贷款 这个计划规模这么庞大 包含了66个国家占全球总面积41.3% 占全球总人口数约66.9% 占全球GDP大概30%左右的经济规模 总值高达6800亿美元 其实中国自1978年开放以来 在广大人口市场和丰富的资源环境条件下 再加上当局有意吸引投资和技术进入中国境内 提供了大量的法规面、执行面的优惠 顺利的成为世界工厂 也成功的带动境内的产业、民生和经济的发展 但这样的急剧成长是有其极限的 大规模大量的基础建设完成后 如果不能建立起全面而长期稳定的经济循环 便会引发财务危机 另外一方面,所得分配不均也将造成民生消费力道的趋缓 中国产能的过剩问题 便成为快速发展的不定时炸弹 简单举个台湾熟悉的案例 弹塔电导电槽来做比喻 大家比较好想象 导电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弹塔出现品质不良的状况 而是大量展电提供了市场过剩的弹塔 民众过了长鲜期之后 并没有产生以弹塔为主持的生活习惯 一旦好奇心被满足后 弹塔的需求量便会快速下降 不用太多时间就会触发弹塔电的导电槽 中国过剩的产能 除了反映在钢铁、煤矿这一类的资源产业外 也反映在建设型的营造产业 一带一路就是希望能够做到海外展电这样的一个形式 让东西可以出得去 前进的来 中国发大财 好,另外一方面 世界各地过度看好中国经济 也造成中国处理投资金流上的痛苦 回到前面讲的例子 今天就像是你花了50万开了一家弹塔店 一个月可以赚10万元 开放亲友投资之后 发现不小心集资了5亿 投资者对于这笔钱的期待是 一个月要有20%的获利 但整个加起来 其实一个月就要有一亿的获利 这么沉重的压力 完全忽略了展开一亿的市场 并不是钱到位就可以达到的事情 简而言之 一带一路就是把钱借给人家 附带条件就是一定要买中国商品 这个名为跨国建设 但实际目的是为中资企业消化产能 而且把热钱转为可获利的融资 这也让一带一路施行到现在 各国对于中国的防备反而是越来越深 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些参与的国家 因为一带一路而衍生出许多问题 像是引发反华示威 或者是签了之后才发现 根本就是不平等合约 甚至是沦为中国的逃税天堂等等 美国副总统彭斯更在184位美国驻外大使前直言 中国利用不公平贸易和债务陷阱外交 拓展全球的影响力 对此美国已对中国提出警告 将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强调中国如果没有具体改善 将会寄出更多的关税措施 在一带一路这个大计划中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吸引人的条件 可以连接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管道 可以增进国家的基础建设 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但是在这个庞大的利益背后呢 所面临的不仅是大兴土木之后 造成的生态浩劫 还有还不出债务之后的政治力介入 无法集中管理中国犯罪网络的经济犯罪 被欧盟开出巨额罚款 等等非常严重的问题 以让各界对于一带一路 产生高度的戒心 台湾应当关注一带一路的后续效应 也必须及早思考 不管中国在一带一路的计划后 能否解决本身经济和产业的问题 这都直接影响世界的经济 台湾的经济高度与世界与中国相连 做好及早准备 才能避免在下一波金融风暴产生时 遭遇严重的损失 好 以上是我们对于这个议题的整理跟分析 希望大家对这个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大家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 我们也会透过这样的方式 整理更多相关资讯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样的谈话方式的话呢 帮我们按赞跟分享哦 如果还没订阅的记得订阅一下哦 床边的小动作 床边的小动作 这样 啊